好,那么接着往下说的是关于这个CES3的新的一些属性啊,还是一些新的属性 就是关于这个CES3的一个变形的这个属性,叫Transform Transform属性啊,好,大家想一下,目前我们可以做动画,可以做什么呢? 元素的什么,它的位置的变化可以做动画吧? 它的大小可以做动画是吧? 它的颜色可以做动画是吧? 有人也创造出来什么呢?把圆角可以做动画 刚开始是方的,然后最后变成圆的啊,这实际上也可以做动画,那大家如果试一下可以做出来,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想让一个盒子转起来 做这个动画做不得了啊? 目前是做不了吧,是吧?我想让一个盒子旋转出来,是吧? 那么就好像也做不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学这个Transform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来做这些变形的啊,对盒子进一步的变形啊 目前我们只做到了什么,让盒子变颜色,大小变,然后加圆角,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盒子自己旋转的话,是做不到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学的这个什么呢? 4S3的Transform,就是针对什么呢? 这个盒子的什么,一些变化啊 那么它实际上包括几种变形啊,包括几种变形 好,那么这个Transform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呢?这个Transform的这个单词啊 之前看过一个片叫什么呢?Transformman 是吧,是什么? 变形金刚吧,是吧? 那么这个Transform是变形的意思,是吧? Transformman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ransform 是吧,它如何让这个元素变形啊,元素变形啊 好,那么Transform这个东西的话 它怎么样呢?它只能有四种变形啊 一种是位移 位移 位移的话就类似于我们的left值,top值的改变啊 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缩放 缩放的话相当于把盒子放大缩小啊 那么第三个才是什么?旋转啊 旋转,旋转的话还是有很多动画的啊 第四个的话是斜切啊 这四种变形啊,四种变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盒子变形啊 好,那么这个Transform的这个变形的话啊 这个变形的话怎么样呢? Transform 好,Transform这个变形大家记得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静态的效果 它不是作动化的,没有没有 这个要提醒一下 它是变形 它只是一个静态效果 它不是作动化的 我们作动化的话还得依靠什么呢?Transformation 大家不要把这个两个搞混了啊 一个是什么?变化 一个是变形是吧?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Transformation是一个什么? 这个当时是什么意思啊? 是过度的意思是吧? 过度啊 大家不要把它搞混了 这个是作动化的啊 这个只是对盒子进行一个变形 变化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同样的这个盒子吧 好,盒子啊 然后的话我来给它一个样式啊 比如说这个盒子的话 它的这个Fox啊 它的假设它的宽是什么呢? 宽假设是200吧 200px啊 好,高的话是假设是200啊 200px 好,给它来 来两个像素吧 或者三个像素啊 三个像素实现 给它来个黑色是吧 好,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背景色 是给它来个gold 好,然后把它聚中一下啊 margin margin的话给它来一个 50px o2 是吧 零啊 好,这样一个盒子啊 好,这样一个盒子的话 那么这样的 是吧 首先呢 我们来看有什么方面的 这个transform 是吧 好 transform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样式属性啊 样式属性 这个样式属性 它是一个综合的属性 它包括这里面这些设置值 啊 好,我们来写一下这个transform啊 那么写它的transform就直接写了啊 transform 是吧 先写transform transform里面包括什么呢 四种变形是吧 先写transform 大家记得啊 先写transform 然后写它的变形啊 首先是一个什么呢 translate 这个是位移啊 translate 位移啊 位移的话 首先是什么呢 假如有一个什么呢 啊 横向的位移和重向的位移 是吧 比如说横向位移 给它来一个30px 是吧 好 重向位移的话 给它来个 也来个30 是吧 好 这是两个方向的位移啊 好 这个位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往这个方面移动了一下了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用left和top的值定位是不是也可以做啊 这个有什么效果呢 你是不是多余的啊 是吧 啊 这个的话不多余啊 这个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性能比我们的left top值那种变化要高啊 这个性能要高一点啊 它是实际上就是它为什么性能高呢 啊 它里面虚拟的一个动画层 然后用这个动画层呢 做这个位移啊 核子的本身的这个什么呢 实际上的样式没有变啊 是在虚拟的一个层上面做动画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这个比我们的 比如说我给它拿一个定位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拿个position 给它拿个定位是吧 然后给它拿一个left的值和top的值 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效果啊 但是这个比什么比人的定位的效果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性能要高啊 那么写一下啊 呃 这个 translator translator的这个什么呢 位移啊 比什么呢 比定位 定位啊 做的位移啊 性能要高啊 性能高 性能要高啊 那么建议是吧 建议使用这种啊 使用这种 建议使用这种位移啊 如果是能使用这种位移的 尽量使用这种啊 就是性能要高一点 就是浏览器会什么呢 虚拟一个层出来 专门做这种动画啊 那么它的比 实际的这个left值和top值 性能要高啊 好 这是关于这第一个变形是吧 好 这个变形的话 来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想说想做这个位移的动画是吧 那么默认是它直接就位移了是吧 直接就位移了啊 我们可以这么做是吧 假如说默认的它的什么呢 这个box什么呢 这个translate它是零吧 它是零啊 好 那么的话它hover的时候怎么样 给它来个位移吧 是吧 它hover的时候啊 hover的时候啊 hover的时候给它来个transform 是这样的啊 然后translate啊 给它来个什么呢 假如说是30px 然后30px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默认是什么呢 translate是零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xy同时变换30吧 translate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还是没有动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做动画的话 我们还得借助于translation 是不是这样的啊 translation啊 那么的话啊 在这里面写translation吧 translation啊 translation 好 大家不要搞本的啊 一个是设置的这个 这些都是静态的效果啊 静态的效果 就是说 它这个什么呢 默认就是零零是吧 这个默认就是什么 30x30啊 它没有过度的 过度还得靠什么 translation啊 translation呢 我就写个o吧 是吧 写个o 然后e是是吧 假如说是500毫秒吧 500毫秒 然后ease是吧 缓冲运动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 刷新一下啊 这时候是不是有位移的动画啊 是吧 这是位移的动画啊 是吧 这个就是30x30 默认的什么 通过一个过程 需要这里来吧 是吧 位移啊 好 这个是位移的动画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几种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说法 是吧 说法啊 说法的效果是一样的 是吧 效果不是一样的啊 实际上写法是一样的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再来个盒子 是吧 盒子2啊 再来一个盒子 我们来做它说法的动画 好 盒子2的话来写一下啊 盒子2 好 好 拿下来啊 拿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盒子2 盒子2的话 那么它是 这个时候写 写的是它的什么呢 这个transform啊 好 这是盒子2啊 好 盒子2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 那么默认是这样子 是吧 默认是下面有个盒子 是吧 现在做它的什么呢 这个这是位移的动画 默认做它的缩放的动画 缩放的动画的话 它是这么写的是吧 它是transform 然后缩放的话是什么呢 scale 是吧 这是缩放 缩放的话代表这是什么呢 一个是水平缩放多少 一个是垂直缩放多少啊 就是把它进行什么呢 缩放啊 假如说垂直缩放个 呃 缩放个 呃 2 是吧 水平缩放个2 垂直缩放个2 它是不是放大一倍啊 是吧 放大一倍啊 好 那么这个是放大了一倍 是吧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是放大一倍啊 放大了一倍啊 把它整体缩放了一倍啊 那么我们这么做 其实缩放的话 都是1是吧 都是1吧 然后这个hold的时候 想给它放大一倍吧 这么写啊 好 这个是2是吧 好 这个boss2的话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刷新一下 然后这个是不是放大一倍啊 是吧 而且它这个放大了盒怎么样 它不会影响布局吧 看见没有 如果说你人为了 把这个盒子 把宽高把它变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布局啊 这个盒子是不是会下去啊 这盒子如果是 如果是你把它宽高 变成200的话 它是不是会 这个盒子把它挤下去啊 但是它默认它不会下去啊 它是在它的什么的 这个位置上面 做一个收放的动画 不会影响到布局 明白没有 所以它的性能是高一点的啊 我们改变布局的话 什么 是个页面要重新渲染吧 这个会影响性能的啊 这个是什么 它自己做一个动画啊 它不影响这个整体布局的 所以说它怎么样的性能要高啊 这是收放的动画是吧 收放动画呢 像同样的什么 没有一个过渡效果吧 我们还是得怎么样 拿一个transition吧 transition啊 拿一个transition 拿一个什么呢 哦什么呢 这个是500毫秒是吧 然后是EASE是吧 好 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收放的动画是吧 是这样的啊 收放 好 这是位移 收放啊 好 能做这种动画的话 尽量用这个transform我们来做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动画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旋转 是吧 这是我们 经常用的一个动画啊 旋转的动画啊 旋转动画再来一个啊 来一个03 好 来一个第三个盒子啊 第三个盒子 好 这个是旋转的动画啊 旋转的动画的话怎么做呢 就是那么的话给一个box3是吧 点box3 好 旋转的动画了 那么这个transform就写什么呢 就写这个rotate是吧 rotate啊 rotate 这旋转的动画啊 旋转动画的话什么呢 它这个默认的是什么呢 绕着绕着什么 Z轴旋转啊 Z轴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从屏幕指向我们啊 从屏幕里面指向外面 这样一个轴向啊 绕着这个轴向旋转啊 比如说这个默认是转什么呢 转一个零 零度啊 默认是零度是吧 D1G啊 那么这个单位是D1G 就是它的角度啊 多少度是吧 默认转一个零度啊 那么的话 hold的时候转多少度呢 假如我来一个rotate是吧 rotate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假如来一个来一个 90度吧 或者45度先啊 45度D1G 是不是这样子啊 D1G啊 好 这个时候就会让它转起来 是吧 好 好 刷新一下 那么默认的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我使用来放上去 是不是旋转啊 是吧 旋转啊 这就是旋转的动画啊 是吧 旋转啊 好 那么如果说你什么呢 大家记得这个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什么呢 静态 静态效果吧 是吧 这两个都是静态效果啊 我们让它动的话 还是靠着transition 是不是这样的啊 transition 好 这是关于这个旋转啊 旋转的动画啊 好 好 那么我们讲完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斜切啊 斜切的话用的不多啊 我要是演示一下啊 斜切 这个动画 这种什么变形的话就是有点不太好的好什么控制啊 就来第四个是吧 第四个的话是这个斜切的动画啊 好 再来一个 好 那么这个的话斜切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是SK SKEW是吧 斜切啊 斜切的时候是跟两个角度啊 这个也是斜切是吧 好 斜切的话 假如说这里面假如说是来个什么呢 这是来一个X的轴的斜切 比如说X轴的是45度啊 好 Y轴给个0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 假如说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什么呢 45度 然后Y轴是0啊 好 这的话呢 起始状态和幕僚状态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啊 好 两个状态是一样的啊 这是4 好 这两个状态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斜切的话 但默认它就有这个斜切的效果了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是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一个效果啊 斜切啊 就是倾斜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想做动画的话 就是默认的斜切 把这个给成0 是不是这样的啊 给成0啊 那么的话 45度的斜切是吧 这个是X轴的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 假如说我鼠标放上去 它是不是这样子啊 斜切啊 斜切的动画啊 好 这个是X轴斜切吧 是吧 如果Y轴斜切 我来演示一下啊 假如这个是45D1G啊 45D1G 然后这个X轴给它0啊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刷新一下啊 这是这样斜切 是吧 这样斜切啊 好 这是关于这四种什么动画啊 斜切 然后是旋转 然后是缩放 是吧 跪移啊 缩放 然后是斜切 旋转和斜切啊 好 这这都是四种变形啊 四种变形 好 这四种变形啊 那么的话 实际上这四种变形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还是什么 旋转做的比较多吧 旋转做的比较多啊 好 好 旋转做的比较多啊 那么的话 在我们的主战上面 有时候有一些小的 这么按钮会做旋转吧 比如说一个 一个关闭的叉叉 是不是这样的 你手边放上去 它是不是旋转啊 就做一些小的地方 会做动画啊 那么大的这个动画的话 一般做专题网站上面会做到 好 这是关于这四种什么来变形啊 四种变形 那么这四种变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来看一个效果啊 看一个效果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呢 特性啊 其他一些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效果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旋转的啊 旋转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第十个这个特性 就是 Transform Origin 这个特性啊 好 我们旋转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什么 旋转的这个 默认是什么 按照这个中心来旋转吧 默认按照这个中心来旋转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调一下这个 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的话怎么样呢 就会让它什么 让它改变这个中心啊 改变这个中心 好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再来做个效果啊 大家等会也做一下这个效果吧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变换中心是吧 006啊 这个是变换的中心啊 变形的中心啊 变形 就直接写Transform吧 好 好 Transform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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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给几个盒子吧 比如说来 来什么呢 来什么 四个盒子 啊 比如说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DV啊 DV乘以一个四啊 好 来这四个盒子 是吧 四个盒子的话 给它一个样式吧 这个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Bob4 01啊 01啊 02啊 03 04 好 这四个盒子 我们来给它样式啊 好 先给它公共的一些样式啊 公共的一些样式的话 那么这个点BOX01啊 逗号 点BOX02啊 BOX02 好 然后是 点BOX03是吧 然后逗号啊 点BOX04 好 这样四个盒子是吧 好 加上它们宽度是200 200px啊 高度也是200px啊 200px 然后给它来一个border 来个三个像素的 三像素 然后实现 来个黑色是吧 好 背景色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gold是吧 gold 好 然后的话给它们 给它买哪个margin是吧 那我们分开一下啊 margin假如是哪个 30px啊 然后全部左不动是吧 float啊 left 好 那么这样的四个盒子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四个盒子是吧 四个盒子啊 他怎么用这个打开了 好奇怪啊 默认了去变了是吧 好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几个盒子啊 好 这四个盒子啊 好 这四个盒子的话 我来做它们的这个动画是吧 这个动画啊 好 比如说这个点box零音 是这样的 我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 hover的时候是吧 hover的时候我给它来个 旋转是吧 来个旋转啊 好 transform啊 transform 然后就是说旋转的这些变形都属于transform里面的 大家记得啊 属于transform里面的 比如说拿一个transform 然后是rotate吧 给它来一个假设是45dg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是第一个盒子吧 好 第一个盒子来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变成45度啊 好 变成45度 好 那么还是一个切变的效果是吧 就是瞬间变换的45度是吧 如果我要做动画的话 还得怎么样 给它一个transition吧 好 我把transition写到这里来啊 transition是吧 transition来个oh 然后是500毫秒是吧 ease 是不是这样的啊 ease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样转啊 这样转啊 是不是这样转啊 好 那么的话 好 那么如果说这几个的话 都是这么转的话 我可以怎么 直接写到这里面来 是吧 假设零二也这么转是吧 零二啊 好 零三也这么转啊 好 零四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是吧 都是老的中心转 是不是这样的啊 都是老的中心转啊 好 老的中心转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让他们不熬的中心转呢 是吧 那么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设置这个中心的 那么设置这个中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transform origin啊 那假如说我把第二个盒子啊 零二 然后把单独设置一下 它的什么呢 旋转中心啊 旋转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transform origin 是吧 transform origin啊 这个的话跟我们的这个 background position 是一样的 background position 就是设置它的什么呢 这几个方位值啊 方位值啊 transform origin 假如说设置一下它的 transform transform origin啊 transform origin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来一个 left center 默认它是center center啊 这是中心的啊 我设置成那个left center 是左边的中心吧 左边的中心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左边的中心啊 刷新一下啊 第一个是中心吧 第二个是左边的中心 看见没有 它是不是这里转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里转啊 这里转 好 假如说我在设这个 是吧 如果我设第三个的话 是什么呢 好 假如说我是left top 左上角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03啊 好 03的话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 是这么转的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是left top吧 left top啊 好 那么04的话 是这样子的啊 假如04的话 好 04的话 那么就是假如说是 这个right bottom 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应该是大家可以猜到的啊 我们来还可以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还可以写值 写值的话 相当于什么呢 眼左上角 是吧 是吧 假如说这是100乘100啊 100px4 然后再次是100px4 是吧 100px4 好 那么这个头呢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100乘100的地方 是吧 大概是这个地方啊 啊 100乘100就是中心嘛 是吧 100乘100不就中心嘛 它不是200乘200吧 是吧 好 这个自己设了一个坑啊 比方说我来设一个50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啊 50乘50 是吧 50乘50大概是这个地方 是吧 这里吧 我指的这个地方 是吧 是不是找到这个地方转呢 啊 这就是50乘50啊 好 这就是这个什么 transfer region吧 好 好 假设是90度 大家看一下啊 90度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是这样子是吧 哎 是吧 这个转到这里来了 好 这是就说你可以做这种什么呢 每个不一样的这种动画是吧 啊 好 这是关于transfer region啊 transfer region 好 谢谢 谢谢 啊 危 Hurry жест súper 鍋 融